李强这次去的部分 通常来讲中国大陆有重大就领导人出访 他会带着非常惊人的各式各样的订单 以乳制品来说 中国大陆对纽西兰2024年1月1号开始 是全面的免关税的 李强的其实他的国际任务 我觉得就是跟大陆最近几年 面临美国的脱钩锻炼的这种打压之下 他是反着来 他就是把他接触的国家的市场 打得更开 更自由 好 这一节的焦点我们带大家来关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6月13号飞敌纽西兰展开了正式的访问 宣称要打造中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版 那我们继续先来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个 纽西兰呢他是五眼联盟之一 那今年更传出打算要加入AUKUS第二支柱 这所谓第二支柱包括了就是AI 水下的无人品还有基因素飞弹 但是中国同时呢是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从这个图卡上带来看到 就是根据这个统计局调查的 包括了这个数据 您从这个图卡上可以看到 2023月份的统计 中纽双边的商品服务贸易额呢 只逼380亿纽元 相当于台币呢是7530亿元 好 李强能够成功地用经济 来笼络纽西兰 让这个中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成为离界五眼联盟 跟AUKUS之间的破口吗 上次哥 哇 李强这次访问纽西兰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的 这么高最高领导人 就位实际名之外 他当然是代表性7年 7年之后才来 因为在这个前7年当中 其实纽西兰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历经了很大的起起伏伏的跌宕 大家关系也曾经一度恶劣 所以在这里头 但是无论如何到去年疫情结束之后 我想去年整个纽西兰 从包括外交 经贸 乃至之后爱班尼斯 自己到访问北京 整个过程 你可以说这种全面性的合作 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 真的是开花结果 李强这次去的部分 只要通常来讲 中国大陆有重大就领导人出访 他都不是空手来的 他会带着非常惊人的 各式各样的订单 跟双方的各式各样的合作 所以这一次所谓的 中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其实在国际间很受瞩目的 因为这就是中国最近 在所有这些关键的 特别在是不是包括 刚刚讲五眼联盟跟AUKUS 这些有军事战略冲突 潜在可能性的这样子的国家来讲 能够怎么样彼此友好跟拥抱 纽西兰的模式 是不是一个刚刚讲破口 或者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其实大家都在观察 我想这里头不只是说 中国大陆怎么做来裂解这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纽西兰现在是 五眼联盟其中之一 但是对于要不要成为AUKUS 就是所谓美英茂的 这种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现在纽西兰还在考虑 因为这个所谓的美英澳的 这个三方的关系 大家的军事的深化性是很惊人的 所以看起来五眼联盟是更早之前 长久以前就加入的 所以到目前我们听到包括纽西兰的外交部长 各方面都表达比较保守的态度 因为纽西兰是这样子 对于它的经贸经济利益 跟它的所谓的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 我觉得什么是纽西兰的最大的国家利益 它可跟其他的国家总是军事 政治外交摆在第一位不一样 纽西兰本身它自己的国家利益 始终一直强调永续 永续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少我们看到在整个国家里头 包括环保 包括把它的人民的权益 因为纽西兰其实现在到2022年为止 我们看到它大概是500多万人 比台湾的人还少 所以它要如何维系它的本身的 刚刚讲 自己本身内部的永续的这个国家利益 什么叫国家利益 你看到纽西兰更在意的 可不是这些什么军工业 这些制造业 它在意的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跟中国进出口当中最高比例的 基本当然就是农牧鱼业 包括乳制品 肉制品 古物 毛 毛木材 甚至还有观光旅游等等 我举意来说 以乳制品来说 中国大陆对纽西兰 2024年1月1号开始 是全面的免关税的 他们的牛奶 他们的奶粉 是免关税的 所以纽西兰的各式各样的奶粉 产品 红酒 包括他们的什么奇异国 各式各样的想象 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有巨大的市场竞争力 而且中国大陆的民众 对于纽西兰非常好的印象 而纽西兰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东西 都是包括你说汽车 钢铁 这些比较重工业的东西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国家 其实是相互来说 可以相互互补 这种永续性的价值 就远远高过我们刚刚讲 五眼联盟跟AUKUS 这样子的单单就军事安全的战略价值 所以我想这次李长区的部分 从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艾班尼斯 这个电视墙里头 他们这个两个领导人的画面 我觉得是真心诚意在笑 真的不是外交的这种假笑 所以接下来会有什么 更深化的合作 有没有更多自由贸易的关系 我想从去年开始来讲 大概能够零关税 免关税的扩大进口采购的部分 应该已经到了非常大的 一个最高的极限了 那么双方还能拿出 什么更多的东西 我认为现在就是 中纽之间的关系还在于说 除了进出口经济利益之外 中国能够提供给 纽西兰还有哪些 可以让他们不要加入 AUKUS的更多在军事安全上的理由 虽然不可能是军事合作 但是这方面当中强度 还有哪些招 如果还有更多厉害的招的话 我想这个部分 中纽有关系的稳固度 跟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将会难以想象 是 那我们说到了纽西兰 说到了外交 就不得不来 请我们的大使 帮我们谈一下 大使你怎么看说 过去李强他被认为说 都是习近平 没有充分的授权嘛 那他过往大家认为说 他好像不是一个 有实权的总理 但是这一次 他出访这个纽澳 任务看起来很巨大 要跨越经贸 你怎么看说 有没有机会 成为他的代表作 我觉得李强权的权力很大 他正是去这个澳牛 他带了很多这些工商界的巨子 去他一起去 那主要他在这个 我想在经贸上面 他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游刃空间 而且我想他被赋予很多的这种 一种责任 应该是 应该是蛮辛苦的 是 对 我想会有一些就是说 你说他也没有权 就上面可能叫他说 你今年经济要给我搞到5% 经济成长就5% 对 然后呢 这个房市要整顿的话 你要拿出办法 这个都是 这个职跟权都在一起 要你做事的话 你就有责任 你就有权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说他没有实权 我不晓得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觉得他可能 他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总理 在面临在中国 在经济转型的时候 然后又美国全方位的这种 对中国大陆已经不是小院高强 是大院铁幕这种方式 来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 其实我看就是说 澳纽这次李强这个局 基本上就是说 正好落实了中国大陆 面临美国全方面这种 所谓的中国大陆 就是说脱钩 然后打压 在经贸上脱钩打压的这个政策 中国大陆的回应方式是 以更开放 更积极拓展 跟各国的实质经贸关系 那么更把中国大陆开放 市场开放的更多 让各国的那个 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 降得越低 然后呢 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 也把中国的资本 带到国外去 我想李强就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看他这次 不管到澳洲纽西兰的话 就是达成这个目标 就跟他的受访国 基本上扩大贸易 然后呢 开放经济 然后寻求新的合作项目 那像纽西兰的话 说实话 他这个国家 刚刚上次也讲很清楚 他非常重视环保 他是选择不发展产业的 不是选择发展什么产业 他你要叫搞钢银 他不生产的 他这个太污染了 对 所以纽西兰事实上是 要把他们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口号 就是说 我们的祖先 把这块土地交给我是什么样子 我就要把这个原样 原封不断地交给我们下一代 所以他对环境 他是有一种 很神圣的使命感 那这时候我就想到说 中国的电动车 不是正好符合纽西兰吗 对不对 电动车是无污染的 尤其对空气的污染 环境的污染 远低于这个燃油车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 中间大陆跟纽西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那大陆刚刚上子也讲 大陆消费者很喜欢纽西兰 它代表一种纯净 就是那块土地是人类 人类居住过最短的一个时间的一块土地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那澳洲的话 你看中国大陆过去 因为澳洲的前任首相爱班尼斯 他对中国大陆非常地有塞 他完全跟着美国一起打压中国大陆 他一定要追究新冠肺炎 是在中国大陆人工造成的病毒 他是带头叫全世界去查的 所以对中国大陆非常 可是他忘记了 中国大陆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激怒了中国大陆 所以呢 事实上中国大陆就好 那你就 你小麦不要卖了 我不买了 对不对 龙虾我也不买了 牛肉我也不买了 那葡萄酒 对不起 我也你们自己喝吧 结果造成澳洲经济重创 那因为爱班尼斯上来 其实我认为他最大的政策 就是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经过他快两年的努力 现在这一次如果说 李强去再跟澳洲讲说 好啦 龙虾我也跟你买了 就全开放了 所以就变成就中澳关系 基本上就恢复到常态了 那可是这一次他们要办一个 这个 除了这个年度 这个总理会 他还有中澳的CEO的年度会谈 那也就是说 让两国的工商业界 直接对接 那就是说这里面 我想中国大陆 当然还是希望澳商 去中国大陆投资 可是中国大陆 现在一个反面的一个 就是说中国大陆 也很多公司要出来投资 因为比如说中国的 可能那个电动车业 电池业 还有一些就是说 能源的产业 就是说这种矿产 然后这些产业 中国大陆他也可以入股 也可以设厂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看起来就是说 李强的其实他的国际任务 我觉得就是跟大陆最近几年 面临美国的这个脱钩锻炼的 这个这种打压之下 他是反着来 他就是把他接触的国家的市场 打得更开更自由 自己本身呢 中国的市场呢 也更开更自由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 对澳洲的这个人民 居民 免签证进中国大陆 那澳洲 纽西兰开不开放 这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公民 进纽西兰 免签证 没有关系 中国大陆直接先开放 所以 所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李强其实是 责任重大 另外一场战争 是产业上面的科技战 我们要持续来看到 画面上是 美国的电动车龙头 特斯拉执行长 相隔这一次达到11个月了 我们看到28日这一天 在路方的邀请之下 再次的飞往了北京 他这次会晤的是 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 会面之后主要聚焦的争议 也就是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先前 以特斯拉的哨兵模式 存在的这个泄露的泄密 风险 禁止特斯拉车辆 进入多个场所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次会面中 终于达成了一些 实质上面的成果 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汽车工业的协会 发布的最新报告 称特斯拉车辆 通过了安全的资料的 一些要求 将于中国大陆各地 陆续的要来解除禁令了 也代表未来 可以看到特斯拉有望 在中国将自家的 自动驾驶软体 FSD搜集到的境内 这些用户数据给 输往国外 以便进行 后续这些自动驾驶技术的训练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2021年以来 特斯拉已经按照 中国监管机构的这些要求 逐渐的将特斯拉在中国大陆 收集到的所有资料 储存在上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情境 一直都没有将资料传回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特斯拉在上海超级工厂 所生产的车型 被认为是唯一符合 政府要求的外资企业 更可能被列入 第一批通行的名单 也被视为接下来 在中国大陆 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 其他首批通行的企业 稍微念一下 还包括了比亚迪 还有理想 路特斯合众 新能源跟未来 针对这一次的会面 李强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说 这个是中美经贸合作上 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他也说 中国超大的规模市场 永远向外资企业开放 继续扩大市场损入 马斯克的部分则是表示 特斯拉现在上海工厂 是业绩最好的工厂 主要就是得力于 在中国团队的辛劳 我们可以看到 相隔这么多年 而且美中关系 现在也非常紧张 中国大陆突然间解除 中国大陆的部分 突然间解除 对特斯拉的禁令 原因考量又是什么 委员怎么看 很简单 就是开始跟美国缓合关系 然后拉拢比较亲中的 企业界人士 尤其是马斯克是在美国 是有名的亲中企业家 你对着他打 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现在马斯克 最重要的所谓FSD 就是全自动驾驶 那全自动驾驶有一个很特点 就是你有个 对特斯拉有个哨兵系统 不断的收集周围的环境 收集周围的环境了以后 特斯拉也答应说 这些资料会放在中国大陆伺服器 不会运到美国去 领多是把参数模式经验怎么样 拿去美国做研究 这个中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是觉得大陆上也要开放心胸一点 这个手机的应用 苹果在中国大陆整天在收集中国大陆使用者的习惯 当然它有限制说某个地方不能进去是怕窃听 基本上收集3C产品跟汽车使用者的习惯 是使得汽车设计跟3C设计能够升级很重要的原因 包括你说华为有没有收集 有啊对不对 你必要的有没有收集 有啊 那你不能够对这个 比较亲中的这个特斯拉 采取相对打压了 你打压错了 你要打压福特 基因打压是干什么了对不对 所以我想李强 这个还是搞经济的老手 他也知道最特别把马斯克找来安慰一下 哎呀我们以前弄错了 你现在只要把这个防火墙建立好 你尽量去推 特斯拉毕竟还是在某种程度里面 在汽车电动汽车业界还是有它的品牌效果 所以它最近虽然因为价格竞争被比较挨着打 它的利润缩小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款很强的汽车 在中国大陆使用还是有一定的行情 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讲 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来告诉全中国人民 特斯拉还是可以买的 就是这个意思嘛 他在帮特斯拉推销吧 因为他们怕特斯拉销得太不好 到时候上海超级工厂 营运受到影响 那对全世界美国政府就 你看你刚刚你跑到中国大陆 投资不回头突连吗 他们也不想要造成这个结果 所以我是觉得 李强这个身段 真是刚柔变迹 厉害 厉害 这个问题想请教郑总便 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 先前的晶片上面的建立 他是以国安为由 美国来警察华为的晶片 我们在想说 中国大陆方面 却没有以其他的方式 来继续所谓 升级它的科技报复 它的考量又是什么 当然中国大陆在这个 目前高科技这个竞争里面 它很多领域 其实是不及美国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是美国单方面限制 但过去来 它也并非没有反习的一个这个 这个凭借 比如家和者这些重要物质 还有石墨烯的这个出口限制等等 它还会做一些有限度的反习 但我认为 中国大陆在过去来 这一连串贸易战和科技战 这个相互打来打去的同时 你很少看到它对于世界各国 做出一些类似美国这种 动辄以国安理由为限制 然后禁止一些东西 或者技术出口 那主要是大陆也深知 目前对于中国大陆 未来经济发展 就是它还是要开放一个 才去一个大开大合的开放态度 吸引全世界优秀的技术 投资人才进入 因为不可否认 中国大陆是全球化 一个最大的获利者 而美国相对来讲 它是一个严重的入超这个国家 因此我认为 目前双方市场现况不一样 导致中国大陆对于说 动辄以这种各种理由 来限制人家的这个 这个 自己优势的地方出口 反而会这种反噬的力量 让自己目前客观的一个 经贸的格局会受到影响 是 比如说这种这个 美国的招式用多了 各国也怀疑你的市场 你的开放程度 还有你开放决心 那会对你产生很大的怀疑 也因此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很少用类似美国的方式 对于其他国家做相关的限制 是 好我们也要来看看 这一次的一个 这一次的一个布局 是否可以视为 就是美中经贸关系 逐渐走向缓和 还是说 刚刚因为委员 也帮我们提到说 因为特斯拉 它是比较轻中的企业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件 单一案件视为 未来经贸关系 走向比较和缓的一个关键 第一步 严老师有什么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刚才委员已经提了 这个马斯克跟这个对岸的关系 是比较好的 但也不要忘记 他跟川普关系还不错 所以 就是说 我觉得 对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 他如果说 能够从中国那边得到一些好处 维持他的竞争力 特别在美国境内 保持他这个第一个 因为川普最喜欢说 America first 他只要保持有一个他的企业 拿得出来像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他也才能 中国这边拿到一些让步 就可以维持他的一段的竞争力 我觉得这个对马斯克来讲 就是他当然是需要这一个 就是跟中国这边取得一些妥协 但我不认为 这就是美中贸易关 关系变成缓和 只是中国说 看起来你是比较亲我的 所以我这边可以让一些 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所以还是有选择性的 我觉得你看 美国自己 包括川普上来 搞不好又要 还要搞关税 还要增加钢铁关税 更多的话 那不可能会那么快会缓和 因为美国当他竞争不过这些 像过去的日本 然后之后的韩国或者台湾 甚至是大陆的 他日本 韩国跟台湾 他就要求你们把工厂搬到美国去 碰到大陆就给你 就严厉来制裁 所以美国是没有办法接受 他的贸易在各个领域上面 会变成第二第三 他永远是第一 我自己观察美国选举 美国每一个总统都会讲一句话 他说很多人都赌我们会输掉 他说你们不要赌 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赌注 就是Don't bet on America 就是不要选择 不要去赌美国会好像变成第二 美国永远是第一 所以他们这个心态永远在这里 那为了要保持他这个第一的心态 所以他各种的工具他都要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日元被打成160 很惨 157 157 就是已经很 所以你就看到日本经过了上一次的 升职之后 然后现在垮掉 现在已经要靠这么贬值了 然后都还没办法完全的恢复 就知道美国真的是 他一个动作出来 他就是希望能够让他的 这个主要的敌手 马上被打下去以后 他可以有一阵子的缓和 让他重新站稳脚步 好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来观察 就如严老师帮我们看到 接下来如果川普一旦上任 对于特斯拉后续的冲击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冲击就已经可以看到 已经非常明显了 去年的整个一季在 去年的一整年 他全球表现就已经很不好了 那么第一季的销量是38.68万台 那年减幅也是8.5% 远低于市场原本预估 达到44.9万辆的一个交付量 另外现在还有面临几个 在全球的一些挑战 好我们来提几个 包括在柏林以外的工厂 被多次的关闭 再来呢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内部 非常的竞争 现在有非常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都推出 所以呢他也寄出降价策略 导致他在去年第四季毛利 降到17.6% 数字看起来好像还好 但是已经是2019年最差了 近期再来看到他又再加码 继续的针对画面上 您看到中国大陆的 这三款的电动车 他也来做降价 来好跟国内的这些 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竞争 降幅最高达到新台并6.5万元 另外呢知情人士也透露 现在特斯拉是上个月 指示了上海厂的这些员工 每周你工作 接下来从6天降到5天 降低产量 股价的部分 直接反映在金融市场也非常明显 过去一年股价从299 跳到了一直跌 跌到了138.8美元 市值现在剩下 只剩下4500多亿美元 蒸发幅度非常惊人 达到了6成 而且大家知道 他又在全球裁员1.4万人 接下来他有哪些机会 还可以持续 去稳住所谓全球电动车龙头宝座吗 他有哪些的优势跟威胁 委员怎么看 其实特斯拉的优势还是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他的自动驾驶系统 第二个就是他的车壳 整个车架的设计 在目前电动车里面还是一个妖艾旅线 但他有几个缺点跟短板 第一个短板就是他的车型出来到现在都没改过 年轻人会去买他爸爸要的车型吗 不会嘛 他车型退潮流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 他以前的电池 因为你们知道电动车的核心 除了那一套很复杂的系统 特斯拉很好 就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的问题 问题是他以前自己做的 现在已经被比亚迪跟他都赶过去了 而且他还比你便宜 第二个他自己做不过 他发包给韩国的LG 日本的Panasonic等等去代工 问题是成本高 效率差 他现在脑筋才转过来说 那我应该回头来找宁德时代 所以他现在开始在大陆上的电子 开始装宁德时代 然后美国也请宁德时代合作 现在问题是宁德时代电池满檔 不是叶伦讲的生产过剩 根本就生产不出来 大家不要以为电池像玩具一样 压一压就出来 电池的材料的准备等等 是很长的过程 我明年要生产多少 我今年的材料要蹲多少 材料还要干燥 还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那个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所以做出一个电池的生产线 反而比汽车生产线还要来的麻烦 不复杂但麻烦 所以特斯拉现在在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想要回国再找 可是时间上宁德时代 电池又通通找着被订光了 那他目前的窘境就在这里 可是我认识是过渡时期 那第三个最重要原因 以前因为他品牌价值高 所以他的定价的利润非常高 他的利润高使他股价就一飞冲天 可是相对的 别人的价钱没那么高 那经济又不好 老百姓不可能老是要买那么贵的 买那么贵的 消费者就一定那个层次 那如果说 好这个我今天看到 哎呦 老是买的比亚迪 跟我也不差 可是比我便宜的五万块人民币 我脸皮再想要奢华一下 我也不会跟这五万块人民币过不去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消费者在这个所谓 所得替代效果的压力底下 这是个经济现象 他逐渐的会想要购买特斯拉的意愿降低 购买比亚迪跟其他品牌的意愿会增高 现在搞不好还跑去买小米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的竞争他会越来越来越 可是他不是没有机会 因为毕竟他的这些操作系统 我目前问过很多专家 他的汽车操作系统目前还是最好的 自由自动驾驶系统 目前还是最好的 现在包括这个比亚迪找了很多什么百度 合作搞个老半天 还是跟他有点距离 所以他掌握他的优势 掌握他的优势 可是他的那个什么 不要跟那个iPhone 这个14一样15一样 老是那个样子都没有人买 所以他必须在车型内装 外形做很大很大的改变 要不然电动汽车 虽然表面上看买的都是男生在买 可是听说决定的都是女生在决定的 那你老是那个笨笨的样子 那谁会喜欢啊 对不对 所以要讨好女生的喜欢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这一节我们来关心东南亚国家的印尼 准总统普拉伯沃在一日在北京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那么习近平他称两国今后呢 应该要精诚团结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 好紧接着二日呢 这一次呢普拉伯沃会面的是和国务院的总理李强来做会面 我们特别来关心到李强他说啊 中方愿与印尼维持高层交往良好趋势 运用各层级对话机制来加强政策沟通 进一步他说双方要强调的是加强在一带一路政策上面的倡议 还有接下来印尼发展的战略来一起做对接 好接近我们要来带您特别关心到是印尼被视为是下一个即将崛起的亚洲之虎 在准总统普拉伯沃正式上任之后外交政策上将如何在美中之间做选择 中方又如何作为选择印尼作为东南亚国家中的一个重点经营大国呢 好先来了解普拉伯沃他在当选总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首次的出访就选择了中国大陆 还得到了习近平还有刚刚我们看到李强他们的高规格对待 这对之后接下来双边关系有什么样子的力夺 刘老师 对我们晓得普拉伯沃这次非常重要 因为普拉伯沃正式当选总统之后 第一个出访的当然就选择中国 那中国呢如果接触到我们之前讲的问题 说东南亚国家是什么竹子外交 其实竹子外交最早的时候讲的是泰国 然后后来越南也说我也是竹子 但是印尼从来就不是竹子 因为竹子是你在两边的选择印尼是大 印尼基本上呢它是要讲独立的外交 它也许在美中之间是怎么样的凸显它的重要性 可是它是东协里面最大的国家 也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认为它是一个锚 它是一个支点 它是海洋政策的整个支点摆在这边 摆在这边呢所以过去左科威 到现在还是左科威了 左科威总统的整个政策呢 它是亲中 那普拉伯沃选举的时候呢 它说我是延续左科威的这个政策 延续左科威政策 那所以当然中国大陆就非常重视 好 那我非常重视这个印尼 所以如果你看到中国大陆它在一带一路 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这个数目 最多的其实就是印尼 没错 那么在这个COVID-19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两亿支的疫苗 撒在印尼啊 撒在印尼 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尼本来它的这个 这个染疫的人口非常多 死亡的人非常多 那后来为什么 因为V型反弹 忽然变少了 因为中国在把它整个的它的这个 反应疫苗的外交重点 就摆在印尼 所以普拉伯沃上来 那当然说 他当然这中国是全力去支持印尼嘛 但是印尼跟中国大陆 有一点点领土的冲突 那就是如果才注意到印尼 它有一个地方就是纳图纳群岛 纳图纳群岛就是中国 它就是这个我们U型线 最下面U的地方 刚刚跟印尼就切到这么一点点 切到一点点 所以当时在普拉伯沃在选举的时候呢 一般观察家就想说 普拉伯沃你是延续这个 这个左科威的政策没有错 可是你晓得普拉伯沃是军人出身的 那军人出身的话 那他碰到这样的一个领土的争执 他会不会反而跟中国会有冲突呢 本来人家把他这一点看到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是普拉伯沃上来说 没有冲突 我现在是怎么延续这个左科威的政策 所以这个点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 那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接下来都是比较清中圆美吗 我们想在国际政治上 有几个国家被认为叫摇摆六国 摇摆六国比如像土耳其啦 比如像这个印度啦 巴西啦南非啦 那其中一个就是印尼 印尼因为他是属于南方国家的领袖之一 他不可能说我是完全靠到哪一个阵营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延续的 跟中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可是他不可能因为这样子 要远离美国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科威一直到普拉伯沃 都是比较清中的 那其实目前呢印尼部分七成的人都是选择在 中美之间的话是选择在中国这边 左科威的对中路线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等一下请邱老师来带我们了解 现在来看到这个中美大国在东协国家 目前的好感度到底是什么 这是来自新加坡智库所做的一个调查研究 我们来看到东协 如果必须要在美中之间来做选择的话 先来来看到有50%的受访者说呢 会选择中国 那另外49.5%的受访者他们说会选择美国 好这个数字可以我们看到是一半一半 但是一直到去年是2023年 我们再看这个数字的话 也就是在较前一年做相比的话 出现了重大变化 四成的人是选择站在中国这边 但是六成的人会选择美国了 那我们看到在特别东协国家当中 比较支持中国大陆就是马来西亚 占第一名 他是愿意和中国结盟比例高达75% 再来就是印尼高达73% 好 左科威是如何做到 这个对中政策如此成功 邱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调查的时间点 刚好跟亚万高铁 就是即将要通车之前的一段时间 那印尼 因为这也是印尼很重要的国家建设 所以印尼政府本身他花了很多的资源 在介绍这条亚万高铁上面 那相对的就是会把印尼人民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拉得比较紧 但我必须要说就是说 印尼它一贯的 我们很难说印尼是亲中 或者是印尼是亲美 那印尼有它一贯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 行进的路线 那左科威在很多的场合 曾经有很多西方记者就是去问 左科威有关于亲中跟亲美之间的问题 那左科威其实他的态度也很明确 他就是对印尼来说 我们宁愿多一个朋友 对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选边站 那对我的国家利益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印尼希望可以跟美国成为好朋友 印尼同样也希望跟中国成为好朋友 那为什么在最近的这段 最近的这段时间 中国跟印尼的关系 感觉会比较亲密 我觉得很大部分 一方面是因为印尼它必须要 必须要不断的去讲它的 因为国内政治的因素 所以它必须要不断的去推销 亚万的成功经验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印尼毕竟是 东协里面比较大的国家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 印尼在东协有锚定的作用 也就是印尼的态度决定了 至少东协一半国家的 对中国之间的态度 所以与其你去做其他的投资 那不如直接在先抓稳 印尼的这个锚定的角色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成功的 那印尼也的确可以连带的 至少会影响东协里面 至少一半国家 对中国的态度 这也是为什么印尼先 中国大陆先选择印尼 作为经营重点嘛 是政治上面的一些需求 对 而且我们以国际关系的 竞争的方式来说 那同样美国要不要争取印尼 同样美国也在争取印尼 但是这就比两边可以 哪一方的投资 或哪一方愿意提供给印尼 是印尼更需要的 那如果一样我们代位思考 那如果站在印尼的角度 它这样子是不是最好的 它等于是两边 就是它跟美国 就是不亲也不远 跟中国也是不亲也不远 那这样子它可以在 两个大国的竞争底下 得到自己最大的力 好 刚刚做了一个民调说 这个印尼的部分 七成的人都选择 站在中国大陆这边 刚刚老师已经帮我们特别看到 当然亚万高铁的部分有加到分 不过等一下我们也要来聊聊说 这个亚万高铁 最近也有一些营运上面的问题 逐渐浮现 等一下请刘老师来帮我们持续看 好 这一次走亏亏 除了向中国示好 也和这个法国部分 展开军事产业上面的合作 印尼呢在4月2号 正式的向法国下定了 两艘是鱿鱼级的攻击前舰 好 那您关心呢 这个鱿鱼级的前舰啊 舰长72公尺 最多能够携带的是18枚鱼雷或飞弹 好 最大的潜航 我们来看到深度达到300公尺 然后呢 这边说潜伏深海可以达到12天 那双方也协议这两艘前舰 将会在印尼境内的船屋来做建造 那接下来法国则是透过技术上面的转移 来帮忙协助 好 印尼飞此啊 购买法国的攻击前舰 请问这前舰的战力到底有多强 为什么会受到印尼政府这样子的青睐 接下来会对印尼的海上力量增加多少 这个潜舰呢 它本身它其实是法国海军 另一种很小型的核动力潜舰 我就是红宝石 它的这个台电的这个传统动力版 那这个船其实前一阵子 在这个澳洲摘了一个大礁 为什么呢 原本就是澳洲要跟法国合作 但是结果那个AUKUS的出手 就是美国同意出售核动力潜舰给澳洲 这当然对这个军事技术输出上来讲 虽然说核动力的这个攻击前舰 跟核弹道飞弹前舰 它还是有很大定义上差距的 但是不管如何 那个美国出了重手 让澳洲的这个单抢下来 其实是让法国很没面子 因为法国人其实 在对外武器销售上来说 一直也认为 对美国的这种各种的 这样一个请销的方式 非常的不满 那这一次好不容易在印尼夺回一城 那当然这个潜舰本身 你要说它是裁电潜舰中性能 非常优异的 那当然是毫无问题的 那以这个船来说 它最大的特色在于 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因为你看这艘船的这个大小 跟我们海军的这个海龙海虎差不多 甚至于还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你看它那个战力 它可以用18枚的这个鱼雷 然后自动装填设施 能够很快的时间 就把这18枚的鱼雷或飞弹打出去 而且最终它里面 大概其实它所要用来管理 也就是它操作这个人员 非常非常的少 那甚至于我印象没错的话 大概差不多 只有我们海军的这个舰龙群 大概一半不到 所以它其实对于人力的 这个精简上来说 非常的有那个卓越的 这样一个技术 然后而且它可以在水下 浮航潜伏大概12天 当然不管怎么说 它其实虽然说号称可以12天 但是当初它在澳洲的潜舰 败给美国的核潜舰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澳洲它认为 你今天它的这个持续战力 如果说今天澳洲 要驰援台海的话 它如果买这个鱿鱼籍 它从澳洲开出来 到台湾海峡出来 它就拜拜我要回去了 但是如果是换成核动力潜舰的话 还可以在这边 撑上两三个礼拜 这个是当初澳洲 决定改钱跟张 买这个美国的核潜舰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印尼自己本身 没有这样的需求 它并不需要来台湾海峡 然后来贺阻 北京 对它来说 因为它跟北京的关系也没那么差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对于印尼来讲 它拥有这样一个武器 当然就是针对它自己的夹氧敌 可能是周边的印度 马来西亚 或者是新加坡 那这个时候 这个潜舰非常够用 而且你看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来讲 马来西亚也是买了法国的潜舰 那新加坡的话 当然其实它买的这个潜舰 不仅然是法国 但是它也是一个 拥有相当数量潜舰的国家 那以这个军力平衡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对于印尼 印尼现有的都是比较旧的那种 过去德国做的这个 209型的潜舰 它也需要继续改那个换代 所以这个时候 它选了法国的这个潜舰 那我觉得对于它 希望能够在它在东协的部分 让它的水下战力 至少跟马来西亚 或说跟新加坡 有拼的这样的局面来说的话 它选的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好 印尼选择这个 在站稳这个东协这边的角色 这样子的话 它买了这个舰艇 可以在这个近海的部分 来做到一些嚇阻的能力 我们持续看到印尼 除了和他国 在军事上面的合作 刚刚提到的 我们要来聊的就是这个 重大基础建设 和中国大陆的合作 好 其实呢 我们持续关系 习近平他在会见印尼 刚刚提到了这个 新任总统普拉伯沃的时候 提到了雅万高铁 而且他特别夸赞说 两国的高品质合作的金字招牌 就是雅万高铁 不过我们也来稍微 带大家了解雅万高铁 在通车之后 也有一些些的质疑跟争议 好 一共有几点 第一点先带观众朋友了解到 雅万高铁当时呢 斥资73亿美元来说要建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最后是超支了12亿美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通车时间上面 原本规划是在2019年要通车 结果呢 延到了去年10月 等于说是晚了4年 再来看到票价太贵了 大概是落在25到35万印尼顿之间 但是印尼人平均收入270万印尼顿 被批评说一般人根本就做不起 那来看到是雅加达的相关交通官员 他也质疑说 这样子雅万高铁在30年之内 恐怕都还是难以来盈利的 好 这个被称作是金字招牌的雅万高铁 但是现在营运上面出现一些问题了吗 那北京得要提出更多的补贴 才能让这高铁继续走下去吗 刘老师怎么看 如果看到雅万高铁 我们想到中国大陆 它的一带一路的工程 有些工程是大而不当 华丽后来变成蚊子管 什么这种有的 但雅万高铁不是 雅万高铁怎么样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呢 印尼它非常重视它的基础建设 过去它没有重视 它的基础建设很差 它在这个尤多约诺总统 就是左科威前一任尤多约诺的时候 他快认满的时候 在想到 糟糕 我们这个基础建设太差 所以搞不好叫做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不管是地铁 不管是高铁 不管是港口 不管是小飞机 那这个雅万高铁最早的时候 是日本人跟中国大陆两边在拼 这到底用新干线 还是用和协号 后来决定说 日本跟印尼传统的关系是不错的 可是谈到建高铁的话 他觉得我还是用中国的 太贵了 因为它本来叫做新干线太贵 新干线太贵 中国比较便宜 可是后来当然很多时候就不一样 你说中国慢慢就变得比较贵了 你时间跟你想的不一样 拖了时间 票价也太贵 你讲的问题 在印尼都有人提出质疑 可是问题是左科威是觉得 不是这个很需要 我们需要 就需要的孩子盖 孩子盖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习近平 他真的是把他认为说 这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招牌 一个招牌 他贴钱要把它贴出来 他能让它破产吗 不可能 他总是 就好像几个招牌 跟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 然后跟亚湾高铁 这是完全不能失败的一个 烙有习近平印记的一个金字招牌的建设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有需要 但比较贵 但是票价贵 但是应该是中国是可以克服的 好 怎么说都是不能失败的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金字招牌 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 我们持续看到现在亚湾高铁 虽然有面对质疑 但是印尼总统佐科威持续在加码 通车后一个月 他说要再加码 这一次是说什么呢 在去年的11月 他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签订的延伸案 细节规划 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这个新的铁路计划 从西爪哇大城万龙 一直延伸到印尼的第二大城市四水 它的路线总长600公里 将会是目前亚湾高铁的四倍 印尼在这一次继续的和中国签约 规划把亚湾高铁延长四倍 是否代表佐科威也非常的满意亚湾高铁呢 那这也会为中印尼 接下来带来多大的一个经济上面的效益 乔老师 我觉得这个亚湾高铁这个案子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在东协几个国家 其实像越南或者是印度 印度也在盖高铁 那越南选择的也是日本的技术 印度选择也是跟日本合作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 就是越南的高铁案 跟印度的高铁案到现在 我们完全没办法预计说 这个两条高铁到底什么时候会完成 那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大陆会把亚湾高铁这个高铁案 这么高度重视 他认为这是像东协这个集团里面的 所有的国家跟人民展示 中国在基建方面的能力 而比较的对象就是日本 那左科威在即将卸任之前去做 要延长亚湾高铁这个决定 我觉得以印尼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 他们要去做这个决定 其实应该也是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到最后他们决定要去做 那一定是他们对这个高铁 我们也对印尼的整体经济拉动的效果 是有期待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期待 是不是真的会落实 那主要的观察 还是以今年印尼的GDP跟高铁相关的 那到底能够给印尼 带来多少成长的动力 好 所以重点已经不是在亚湾高铁本身了 还有接下来的经济效益 好 谢谢老师 主席习近平在27日下午这一天 会见访问北京的荷兰总理呂特 终于见上一面了 好 根据央视的报道 习近平这一次特别表态了 任何势力都无法嚇阻 中国科技发展进一步的一个步伐 他更进一步表明了脱钩 锻炼 没有出路 开放合作才是唯一的选择 至于我们来看到大陆的总理李强 他怎么说 他同样会见了呂特 强调欢迎欧方 分享大陆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特别是希望欧方能审慎的 出台限制性经贸政策和使用贸易的救济措施 我们看到这个理念 字里行间似乎都透露的什么 但是也都没有直指双方相当在意的 其实就是在光科技禁令的这个议题当中 事实上自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科技战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晶片遭西方卡脖子 而这一次荷兰大陆双方领导人会面了 台面上说了很多要拉高筹码 但是就没有提到光科技 台面下暗潮汹涌企业端 埃斯摩尔执行长召集的如热锅上的蚂蚁 公开指出孤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只会导致大陆自行研发制造 甚至说三年之后就可以获得技术突破 让中国变得非常创新 我们特别来关注到这场会议 习近平李强没有直接触及光科技议题 但这是双方最重视的 试问北京除了展现意志 可以端出什么样的诱因 让荷兰改变态度 卓老师 首先我想要真的 就是说北京真的要去影响到荷兰的政策 要先看旅特他是 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中国大陆 那未来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旅特因为他是即将卸任 但是说是即将卸任 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卸任 因为荷兰的联合政府 现在还没有筹主完成 事实上来讲 这一次去年底的荷兰大选 获胜最大党的自由党 他的党魁叫做维德尔 那么他事实上 目前在二月的时候才宣布 就是说他的谈判 筹主政府的谈判是失败了 所以到底未来能不能够顺利组阁 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那这个自由党大概就是有 大概37席左右 而目前的就是旅特他的政党 他所领导的政党叫做民主人民党 是24席大概是第三大党 那中间第二党就叫做社会契约党 那新社会契约党 事实上他跟自由党之间的谈判 就是刚刚破裂 所以未来到底是哪一个政党会组阁 到底是不是自由党来担任首相 以及未来哪些政党会入阁 其实都还不确定 所以这是当然旅特的第一个身份 就是他仍然是现在的首相 虽然是看守内阁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即将卸任 因为他已经宣布他会离开政坛 所以说他未来会不会继续在 国会第三大党民主人民党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这个也值得观察 如果他要继续扮演角色 那就是影响到这个民主人民党的立场 这当然又会是另外一种对待的方式 第三个就是他作为一个卸任的首相 他未来可能会到民间企业去 所以那是不是要从他个人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大概有三层次的角色 如果是作为一个还不确定 什么时候下台的即将卸任的首相 当然你是从荷兰整体的角度来看 就荷兰在整个美国的制裁过程里头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空间 因为制裁对 就是说制裁大陆对荷兰也是不利的 虽然过去这两年 艾斯莫尔的出口大幅的增加 但是这个是因为预期他即将要制裁 所以他即将不能出口 但一旦未来解禁了 当然他可能会增加 但就不会那么激量的增加 因为他就未来预期 还可以持续不断的进口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如何让荷兰在这个过程里头 有一个角色扮演 那第二个就是说 第二个其实可能就不是一个经济政策的问题 而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就是如果作为 旅特作为一个民主人民党的这个党魁 或者民主人民党的继续 有实质影响力的领袖 那怎么样让民主人民党 更有利于去跟这个 新的这个执政党能够谈判 所以可能马上立即的好处是很重要的 或者说呢 他一些理念上的支撑是很重要的 比如像经济的开放也好 或者是全球化也好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当然如果是牵涉到旅特个人 那可能未来他会着落在哪一个这个企业 哪一个这个如何让这个企业能够在大陆 能够参与在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里头 那又是另外一个思考 但我觉得因为西方人其实也很重视 这个所谓的旋转门条款 所以我认为其实还是从第一个层次 跟第二个层次的角度 尤其是从第二个层次的角度 可能是更加实际而有效的 是老师伴我们看到旅特未来 不管是在政府单位 或者甚至到民间所扮演的重要性 我们来特别看到这一次旅特在会谈中 特别讲到了什么东西 他特别说这个脱钩锻炼 不是荷兰政府的政策选择 任何损害中国发展利益的行动 都会伤及到自身 他的发言基调我们可以观察到 跟北京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旅特当然也知道中国大陆市场 对荷兰的艾斯摩尔 特别是这间公司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在去年禁令发生之后 2023年大陆仍然是要升 艾斯摩尔第二大市场 占它总营业额高达近三成的一个高度 特别请教张静老师怎么看 我们现在看到旅特他要推动 解禁光科技的出口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是会面对许多的压力 其中有两个压力 一个来自欧洲 一个来自美国 他有办法来应对这些压力吗 其实我要在这边提醒 在欧洲跟美国 他对于输出管制之中有合同联合 就是说有相互合作的关系 所以在这情形之下 这个艾斯摩尔也用到很多美国的科技 所以我在想大家今天 在想完全看到艾斯摩尔的这方面 也要了解艾斯摩尔也有很多地方 要求美国的 那就这个就是输出管制而言 他受到欧盟有一个统一的就是 欧盟的叫做军民两用科技 他是在他的附件9里头 他就是输出的就是输出管制的附件9 有这么一个清单 另外一个在美国方面 是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安全区的 叫做商业管制进展 叫Commerce Control List的CCL 今天为什么 艾斯摩尔变成这个世界上 好像光科技全世界最大 因为他顺利的把排名第二的尼控 跟排名第三的Canon 他把它击败了 而且尽量就是越来 就是说匹德定律越做越大 然后去收购了这些相关的科技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尤其像我们台湾汉民维测科技 就是在股票市场叫做汉维科 也被他收购过 所以我们在整个科技的 就是全球的科技概念之中 台湾的科技其实也有一定的地位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把它整个去 就是站住了这一块地方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晶片 它里头牵责到很多不同的科技 全世界五大科技之中 ASML只能 就是说排名前五个 专门来做制造晶片的科技公司 它只是排名第二 排名第一的是应用材料 它是在这个就是加州的Santa Clara 然后第三名的是东京 东京的威力科創 这是威力在东京 这是日本公司 另外科林研发 Lemon Research 它是在Fremont 也是在加州的矽谷 排名第五的KLA 它是在Milpitas 那个也是在矽谷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美国之外 然后做这些相关的 就是制造晶片的机器的公司 只有两家 一个在东京 一个在荷兰 所以大家今天要了解说 今天整个的生态之中 ASML用的美国技术 美国人不点头 它也没办法去 这就是说真正的出口 所以它现在不受管制的是 比较低层次的 那高层次的 美国要卡脖子 卡得要紧紧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 这整个的生态 至于这个旅特有没有办法 其实旅特要面对这些 就是硬邦邦的条款 它也不能靠着政治的力量 去要超越到这个地方 因为那个上面是明定的 是大家手拉手 全部每个人都要去遵守的规矩 它也不可能另外开后门 所以我认为这个 好像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很有诚意去谈 但是你说真正能够突破 我觉得希望不大 在政治上面的压力量 荷兰商现在真的是 倍感的压力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 真的做些什么 那和气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之下 接下来如何生存 我们也会请尹佑老师帮我们看 我们先来讲这个荷兰人经商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好 其实他也非常懂得 如何争取自己自身最大的利益 包括过去和商菲律普 曾经是台积电的股东之外 其实在1602年 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 是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 那战绩都相当的辉煌 好 请教尹佑老师如何看 接下来和气如何来跟 美国商务部之间 来做一个波斗 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 荷兰的一个企业 或者荷兰的一个商业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时候 在看一些商业经典的案例 开始开始的时候 其实荷兰企业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看的 因为大家我们想 荷兰它到底有什么样了不起的地方 除了它是我们去欧洲 很重要的一个转运站之外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 有一些法令相对来说 是比较开放之外 其实荷兰它的非常多的产业 在事业上都是非常有名的 最有名的就是这一个 海尼根 这个啤酒 海尼根啤酒 全世界大家都应该都看过 海尼根 我想说我指您 我指您就先 先来海尼根 靖爷爷这才了解海尼根 我跟你品味不一样 靖爷爷非常了解海尼根 然后再还有什么 世界上的石油业 可白石油 还有菲利普家电业 还是ING保险 非常多的一些跨国企业 其实都是跟荷兰有一定关系的 更不用说荷兰它在运动产业上面 我们看世界杯足球赛 荷兰队每次其实都非常有一些竞争力 那这些都说明了 其实荷兰它非常懂了 如何去善用世界上面的优秀人才 同样的它也了解的是 它今天的企业要走向全球的话 它必须要走一个就是避险 分散风险 那这个分散风险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 同样的它也会看到的是 未来的市场的取向 那其实今天我们刚刚有讲到的是 旅特也好 或接下来的荷兰也好 它会不会去看到整体中国庞大的市场 这里的话会除了今天我们讲的一个 晶片的一个光刻机之外 其他我刚刚讲的列举了 这么多的荷兰的相关的一些产业 这些企业这一些商品 是不是也会希望 希望能够拿到中国市场的一个订单 这一个其实相对来讲 是中国有利的一条 但是也是很如刚才张静老师有去提到的 就是美国在这边把它掐得很紧 美国把这边其实在这个 目前我们讲的科技战也好 这一点美国这条红线是画得很明白的 那接下来我个人如果在这个 推演接下来状况的话 荷兰他应该也不敢直接去挑战 美国商务部这边相关的规定 可是对于荷兰来说 他会看的是拖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讲今天已经快4月了 接下来11月的美国选举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因为其实就荷兰来看 他也会了解到 在一个美中博弈的情况之下 如果接下来的选举 对美国的政治有一些变数的话 那会不会在选举过后的新总统 新政府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做 对中国的策略 那这个或许就是荷兰的一个机会 那对现在来说的话 荷兰他要做的就是先打好各面的关系 等到机会一成熟 立刻去做一个政策上的调整 是 老师我们当然可以观察到 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会不会在政策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不过就晶片来讲 我们现在是看这个最坏的状况 如果说一直都没有办法 通过解除这个禁令的话 那中国方面在这个晶片上面 要放弃半导体的追赶 因为现在延调机构是说 如果没有这光刻机的话 可能就要等到10年之后 突破了限制 才有可能继续往前走 你怎么看 这边的话我或许会觉得就是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 那至于说他会不会去放弃 这个追赶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放弃 因为半导体我们也了解 他是目前 不管是科技低缘政治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产业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对于来说 他会要如何去突破 是不是真的要10年 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我这边或许提供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是不是真的能够适用 这当然需要再观察 当年其实美国也曾经想要 对苏联有非常多的一些科技的围堵 可是那时候的一个苏联 不管是东芝事件 或是其他的一些方式 他透过第三国转口的方式 去得到相关的技术 这一些或许是可以让他在 这一个 我不能说他是埋锅造范 但是对于他的一个技术成长来说 是有一些加持或帮忙的 那今天就会变成的是 中国如果是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封锁 或者是我们走最坏的状况 最坏的状况就是美国 有持续的对他进行一个科技产业的围堵 那他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突破呢 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 他能不能透过人才的取得 不管是挖角也好 或者是其他我们讲商业间谍也好 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个转口出口 用这种方式来做一点突破 我个人会认为是有机会 但是你说是不是会这个十年才能突破 我觉得这十年或许是长了一点 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刚刚提到的这个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围堵方面 那同时也是继续的扶持自己本土企业的这个半导体 特别针对英特尔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美方 豪杂了35亿美元 换算新台币是1100多亿元 而且是用在先进半导体 特别是在生产军事还有情报方面的 好这个是美方对于中国 美方对于自己国内半导体的一个投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方也加剧 他对美方的制裁反制 不再采用美国的英特尔超微处理器 里面的这些电脑都不得采用 那么微软的作业系统也包括在内 一切都是要朝国产化来做发展 特别请教郑东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美国这一次对中国豪杂了这么大的一笔钱 英特尔的对美国对英特尔豪杂这么大一笔钱 对英特尔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当然相关的这个讯息 还在不断的公布当中 那也有的讯息透露就是说 商务部要提供的补助是85亿美元 那外加110亿美元的贷款 所以说这个金额是非常的庞大 那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到底对英特尔的影响是什么 对其他公司的影响又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对英特尔的影响是 英特尔可以持续在美国生产 因为现在美国事实上因为成本不断的上升 所以其实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有五家台积电 跟英特尔的供应商都在停止扩厂 或者缩小规模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 大概很难在美国持续扩大它的半导体生产 那么现在这个目标是说未来在这个未来五年之内 大概希望能够达到在美国生产的这个晶片 达到全世界的20% 那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长 所以当然它一方面它是巨额的补助 二方面它的一个震荡化的理由 就是说那这是为了军事安全 为了国防的需要 那这样子的两相结合之下 当然会给英特尔更加的保护 因为就像这个雷蒙多在这个新闻发布之后所讲 它说如果美国的晶片供应都是掌握在台湾跟南韩的厂商 这对美国是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那特别是当它是一个所谓的军工产业的供应的时候更是如此 那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企业来讲 这就是牵涉到说如果英特尔不断的扩厂 而且是在美国政府补助底下 那么对于像台湾对于我们的台积电也好 或者三星也好 它只能去寻求其他国家的市场 或者说只能寻求其他补助更雄厚的一个生产的地点 比如像说台积电除了在台湾之外 它在这个日本的雄本 那实际上最近也宣布说台积电要在加一要塞设厂 到底会不会设厂我们不知道 但是的确这反映了一个现实 就是说在美国的补助迟迟没有宣布之下 我觉得其他公司可能会寻求在其他地方去扩大生产 是 谢谢谢卓老师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博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发展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